竹山社区发展协会考量到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地方民众身心俱疲 所以也向真公所申请花苗 办理莲花惹草疗愈抗疫活动 判发送花苗给李明与发展协会成员 疏解他们身心压力 我们今天的标题是莲花惹草疗愈抗疫 那我们在这个疫情在炎帐当中 我们为了让李明在这个时段里面 种种花 看看花 让他们的身心灵都得到数位 那我们今天是特别向真公所 申请了15000株的花草苗 那分给我们的李明社区的会员们 活动当天现场吸引许多民众到场领取花苗 民众们也都感谢活动办理的用心 让他们能够透过这些美丽的花苗 使身心愉悦 也让他们更有精力 一起来对抗新冠肺炎疫情 因为有这些疫情 他这个李明社用基盘这个 要给我们装火 让我们大家心情比较好 感谢李明社 有这个机会让我们这样 这么多火花拿回来装 不然我反正不错 我们李明社区里面 实在是真正硬 不错 大家看到火 大家心情更好 先养有好感谢竹山社区的用心规划 办理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让民众在这疫情紧张时期 能够领取花苗 美化环境 热火身心 因为在这个疫情期间 其实大家心中都相对会比较郁闷 那其实也都比较常待在家里 也尽量避免出门 那这次刚好 竹山社区发展协会 举办了这样子的一个 领花苗的活动 还让大家都可以来这里领取花苗 在家里门前 趁着机会 待在家里的防疫期间 可以去美化家里附近的环境 那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还不仅流汗 还也可以让周遭的环境 更加的美丽 让竹山更漂亮 那所以今天特别肯定 竹山社区发展协会 举办着 年花乐草 疗愈抗疫的活动 非常有意义 这活动也非常的圆满成功 议长和正锋 肯定活动办理的用意 并希望民众在防疫期间 除了能落实消毒卫生工作外 也要适当地进行修宪活动 使身心充满活力 一同来对抗新冠病毒 避免疫情蔓延 记者卢宇凯 竹山采访报道